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重庆卫视大型意志搭题节目 征服全场 我是特有主持黄飞雪 在我两边呢 是即将接受选手挑战的六位主帅 欢迎你们 诸位主帅请打起精神 你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看看究竟谁能征服全场 有请第一位挑战者登场 黄老师好 你叫谢丰宁 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的 大家好 我是谢丰宁 我是一名在北京上大学的普通女生 今天黄老师手上没有我的资料 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就在四个小时以前 我才刚刚到达重庆 三个小时以前 我还在电视台门口 不停地给编导哥哥打电话 他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给我测试题目 一个小时的时间和我聊天 最后我才获得了 这次上场的机会 难怪我们刚才编导临时通知我们说 增加了一个选手了 但是我很奇怪 你怎么为我们编导电话的 我们编导的电话 可是国家级的机密 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我之前已经通过 节目组的电话面试了 但是编导哥哥 跟我约录制时间的时候 我就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我妈妈 结果我妈妈说 重庆这么远 你不准去 然后我就一直都没有回复他 所以他就没有把我安排 进这次的录制 但是我越想越觉得 我不应该错过这次展示 和证明自己的机会 所以就买了今天早上的机票 来到了重庆 不过有一点 我觉得黄老师 我们还是要确定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节目 你来重庆 到底跟你父母讲了没有 是不是背着他们来的 是的 但是你们今天也看到了 我一个人来到了重庆 第一次出远门 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我这不是也做到了吗 我就是想要向我的父母证明 我长大了 说了很多你的故事 你到这儿来 有没有准备过我们的答题 我当然完全准备好了 那么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题型 来挑战第一关的总帅呢 第一关我想选择长池类 从潘平泽老师开始答题 好的 请到答题区 答题开始 现在人们常说 我真是比谁还冤 来形容自己受了委屈和冤枉 六月下雪 斗鹅 我们把利用某种直选打击报复 致人于困境的行为称为 给人穿什么鞋 穿小鞋 三颗正方形骰子 能制出的最大点数是多少 36 18 18 由腾讯公司出品 可以发送语音短信 视频 图片 文字 支持多人群聊的手机 聊天软件是 现在经常用的微信 我们常说的托福考试 是对哪种语言进行的测试 英语 正确 驾驶学校教练车的车牌 比普通车的车牌 多了哪一个汉字 学 在西餐的礼中 餐巾应该放在哪里 膝盖上 什么颜色的玫瑰 表示永远的爱 女生都知道吧 粉色 正确 在1973年8起 由建筑界的诺贝尔 支撑的是什么奖项 土利兹克奖 没错 在2011年和2012年 连续出现百亿巨亏 而成为A股亏损亡的 是哪家公司 中国远洋 正确 中国古代四大名言之首是 广州赵庆的专业 波罗内使口腔和唇 产生麻木刺痛感的物质是 波罗酸 没错 继阿姆斯特朗之后 踏上月球的第二人 是哪位美国宇航员 我的脚步至今 还没有踏出过地球 好像是和阿姆斯特朗一起 一起登月的 澳 澳 澳零八 澳 澳 印 би 澳零 澳 澳零 Q 5 奥 肯定有一个奥记的 奥是对的 奥尔德林 奥尔德林 好厉害啊 我在边上听着 这不像一个离家出走的 母亲非常担心的小女孩的表现 成熟 自信 有备而来啊 对不起 潘平子老师的 因为我从来都不打呼把握指账 对 我就觉得你这个准备当中啊 就是妈妈这方面的这个准备 做得不是很好啊 因为我也是一名母亲嘛 我觉得要是我的孩子背着我 然后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 我肯定会有点担心的 所以谢峰宁 你有没有跟你的妈妈 好好地沟通过呢 这个的话 其实我一直在尝试 但是我就算用尽了所有的方法 他们也不会相信我 总是觉得我这是小孩子的幼稚想法 这次我就告诉我妈说 我要去征服全场达替营奖品 然后我妈妈就说 哎呀 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给你买呗 但是我今天还是站在这儿了 其实我就是想告诉他们两点 第一就是我已经有能力出远门 能够一个人安全全地到这儿来 然后再把自己送回去 第二就是想告诉他们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奖品 意义是不一样的 不错 跟你掌声的同时 给名字面登 好 恭喜 你过了第一关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关奖品是什么 好的 床上用品四件号 那么第二关 你选择什么样的提醒 以及选择从哪一位主帅开始 反正我要选娱乐类 就从包打开始 我觉得你自己还一个人到重庆来 然后还要自己安安静静地 把自己送回去 我觉得你真是勇气可嘉 我都忍不住想要放你的水了 你是先找个台阶给自己下吧 我觉得他完全不需要你的放水 你看他刚刚答题没有 我觉得他答题的气势 就是犀利度 比你完全有过滋而无不及啊 而且谢峰您今天来征服全场 本身就是要把他自己的实力 证明给他的父母看 对 如果他们父母发现 是因为主帅放水他才赢 那父母还能相信他吗 这个曹姐觉得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呢 我说明我的来意 也不是想博取各位主帅的同情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拿出实力 拿出真本领 我们一决高下 好的 请到大力区 答题开始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多说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是哪首经典老歌的歌词 唱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迷迷糊糊的童年 这句歌词出自罗大佑演唱的哪首歌曲 童年 在2011年春 央视春晚上 和周杰伦一起演唱歌曲《蓝亭旭》的是 哪位台湾当红迷魔 欢迎回来 这里是征服全场 感谢天然熬制音品东信凉茶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参与报名 在2011年春 央视春晚上 和周杰伦一起演唱歌曲《蓝亭旭》的是 哪位台湾当红迷魔 这位当红迷魔 最近刚拍了一部新戏 林志玲 正确 哪位香港殿堂级歌手被尊称为校长 虽然他不是我的时代 可是我知道他 他是谭永林 正确 日本动画片《圣斗士星史》中 《五位青铜斗士》中 唯一一个在中国修炼的圣斗士 叫什么名字 我记得是在 吴老峰的瀑布修炼的子龙 经典动画片《布雷斯塔警长》中 主角有着超凡大的能力 他具有鹰的眼睛 狼的耳朵 抱的速度和什么 熊的力量 曾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抨击当代大学生 一些不文明行为的歌曲 叫做《大学生》什么 《大学生自喜史》 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之一 贾张科其成名作是哪部电影 贾张科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位纪录片导演 他的成名作是《小五》 没错 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主题曲 是哪位女歌手演唱的 特为做导演 他的六年级一般的班长王妃 当然得来唱歌了 王妃 在03版《射雕英雄传》中 出演没超风的是我国 哪位著名舞蹈家 杨丽萍 歌曲《打板城的姑娘》中 你要是佳人 不要嫁给别人 下一句是 一定要嫁给我 杨玉莹歌曲《轻轻地告诉你》中 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 我会告诉你很多的上一句是 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 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 漂亮 TVB拍摄的酒吧版《天荣八部》中 哪位香港著名演员扮演 段玉这一角色 陈浩鸣 央视电视剧《尘探敌人节》中的 敌人节是谁扮演的 敌人节 反正是一个胖叔叔 然后那个特别胖 是谁呢 代表作有《愤怒的公牛》 美国往事被称为 西王之王的是哪位美国著名男影星 演《敌人节》的是梁管华 这个是罗伯特·德尼罗 蓝蔻真爱《午夜玫瑰香水》 是由哪一位出演过《哈利波特》系列 电影女主角的女影星代演的 这个是 爱玫瑰·沃特森 正确 段玉红在《楚汉传奇》中饰演的是 哪位中国历史上的传奇名将 虽然《楚汉传奇》没看过 不过那时候的名将应该是韩信吧 正确 樱桃在《温州一家人》中饰演哪一角色 周阿宇 潘颖子 宁静 袁杉杉都出演过 哪位古代传奇皇后 一代皇后大玉儿 正确 陈宝国 黄晓明都出演过 哪位古代皇帝 汉武大帝 王家卫拍摄的第一部 英文电影叫什么 这个水果群羊很丰富 也很好吃 南眉 南眉之夜 正确 新一代某女郎妮妮在电影《精灵十三之》 《猜中》扮演哪个女主角 玉莫 正确 由意大利著名电子大师莫罗德尔配乐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深奥歌曲叫什么 奥运会的主题歌曲是我和你 这个深奥歌曲是好运北京 正确 同样是由莫罗德尔配乐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是哪首歌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过 新版《笑江湖》当中 饰演男主角令狐冲的是霍建华 饰演女主角任盈盈的是谁 我喜欢的是东方姑娘 也任盈盈的是袁珊珊 正确 最近网络爆红的《追字脸真人秀》 是源自哪部经典动画片的形象 葫芦娃 《流浪汉因为饥饿把大头皮鞋堵了知识卓别林》 哪部末篇的经典桥段 《摩登时代》 错 《尘世之光》 错 我发现一个问题 徐老师你号称灭绝师太罗莉杀手 你的倚天神器到哪里去了 还是你告诉我不要放购小姑娘的 对 我没打算放过她吗 但是题目没放过我吗 因为大家以前觉得我专杀小罗莉 是因为以前我们舞台上来的一部分小罗莉 就老让我有一种感觉 就觉得这些姑娘们总觉得自己年轻 貌美 青春无敌 会撒娇 会发点 就可以征服全场 拿奖米走人了 但是像谢丰宁这样 又有学识 又非常可爱的阳光小美女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绝对是喜闻乐见的 大家应该予以呵护嘛 但是你也看到她有淘家的行为 她也有小叛逆 因为我也是一名母亲嘛 所以如果我的孩子有这样的行为的话 我会伤心的 所以希望谢丰宁以后 还是尽量能够跟父母先做沟通 用他们能够理解的道理 和他们能听懂的语言 去跟他们沟通 好的 谢谢谢丰宁 我也想跟谢丰宁的父母说几句话 我今天站在这里 你看我八气侧落居中若清 岂不知我也是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才能参禅悟道得取真心 所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谢丰宁的父母 应该还是要放手 他去经历这些磨难 只有靠他自己也坚强起来 自己获得强大的内心 才能获得真正成长的动力 好 感谢阿姨们的批评 以及自我表扬 我们还是应该要给徐帅灭灯 恭喜封宁 来 我们看一下 你第二关的奖品是什么 一款行车记录仪 是纳智达行车记录仪 现在你好像免达钱的情况不太妙 还剩下一次 好 那么第三关最关键的一关 你选择什么样的题型来挑战剩下的四位主帅 第三关我选旅游类吧 好 涛格开始 涛格 有胆量 其实当我的专业是学新闻的 柴剑是我的偶像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只要还能思考 恐惧就不能完全控制一个人 所以今天站在这里 我无所畏惧 那么你现在准备得怎么样 是的 好的 请到答题区 答题开始 四大名媛之一的刘元在哪座城市 这个就是使人流连忘返的刘元 原来叫刘家花园苏州 正确 诗句淮佐明都逐溪家畜 描述的是我国哪座城市 扬州 我国策展海拔是以什么海的 平均海拔平面作为零点 这个海面上曾经发生过 甲午中日海战上面 最惨烈的一战 黄海 正确 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 海岸线最北端的是 辽宁省的哪个城市 丹东 以闻起来之后 吃起来香味特色的是 那种长沙绍兴等地的 著名豆制品小吃 这个虽然吃起来很香 但是我还是不太喜欢 超豆腐 正确 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市 是哪个城市 陆地面积最大 齐齐哈尔吗 错 那个 内蒙古 内蒙古都有什么 那个 那个 过 我国著名旅游景点 中国死海位于四川省哪个城市 四川遂宁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南北分界线 是以哪条山脉和淮河作为分界线的 秦岭 中国产盐量最大的盐厂是哪个盐厂 河海湾的长颅盐厂 在海湾地区第一个发现并采石油的国家是 巴林 巴林正确 别名为大溪地被人们称赞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是哪座岛屿 我还蛮想去这个地方的 塔西提 著名的黄金面具出土于1922年被挖掘的哪个法老的陵墓 图坦卡门 正确 中国第一个徒步穿越南极的人是谁 哎呀 怎么又遇到南极的体 世界第一个到达南极的是阿蒙森和斯科特 他们两个人在比赛 但是中国这个 我不知道 爸爸 你们看到了吗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 大声地告诉你父母这一点 我相信他们不会再责怪你 所以第三关过了 我们先给主帅灭灯 你第三关的奖品 哇 对一个学生来说 这可是一件不错的东西 看一下智能手机 好 好 还剩下三位主帅 你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你可以冲第四第五关 但是如果一旦出现闪失 前面所有的奖品将化为乌有 所以你的选择是向前冲 还是就此打住 我想那现在呢我已经就是把所有的免大群都用掉了 然后我想把这三关的奖品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希望他们不要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来重庆而生气 也希望他们看了这期节目 能够更加地理解我 能够更加地理解我 让我去更多的地方 见识更多的人 也能够有更多的精力 我想到那个时候 我一定会再回到征服全场的舞台 挑战涛哥 挑战惠姐 挑战其他的主帅 挑战主帅的位置 所以今天我选择舞台 好 祝贺你 宝宁 你现在可以拿走你的三关的奖品 开心地回到了你应该回去的地方 在这儿我想对谢峰宁的妈妈说一句 谢妈妈 其实谢峰宁这回来到重庆 她表现非常地好 她回家了以后 你千万千万不要批评她 因为我们几位主帅 我们大家都很爱她 我也希望下次您在放假的时候 多给谢峰宁批点价 然后谢峰宁再来重庆 我给她当导游 好 谢谢 所以峰宁 当你以后再碰到 让你犹豫 让你惆怒的事情的时候 请一定记得 今天让你做出这个 选择的当时你内心的那种勇气 加油 谢峰宁 谢谢 谢谢宾导哥哥的破例 谢谢黄老师 谢谢各位主帅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小妹妹 我好喜欢她 谢峰宁在征服全场 证明了自己已经长大了 在以后的生活中 也希望她抓住机会 朝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我看到你拍的 我看到你的拍 一 二 一 farming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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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醋 王小天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王小天 奋斗奋斗奋斗 其实我是名女演员的 完了 完了就完了 下面呢 就没了 这就完了 这不够吗 下面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你这个是我们征服全场 有史以来最简洁的自我介绍 我觉得我还补充一点好了好不好 大家看过那个周星石的《洗衣室王》 都知道 奋斗奋斗奋斗 是你们一句很经典的台词 所以呢我跟他是一样 我也是一个跑龙套的 我跑过很多无数的龙套 我自己都数不清楚了 那么在最近热播的唐山大地震中 我也有演了足足一分钟的服务员 龙套呢 比较辛苦一点了 所以我决定在今天征服全场 当一次真正的主角 龙套哥 欢迎 给拿了一本书 有书 给看看 小同学 演员的自我修养 好看吗 你为什么要拿这本书呢 因为我是一名演员呢 俗话说得好 会叫的狗不咬人 半瓶醋才光当 你看我们涛哥 从一个普通选手奋斗到主帅的位置 他说过什么吗 主角的地位不是靠说出来的 是靠做出来的 到战来挑战 说到底 搭题 实力说了算 对 那么选手王小天 请选择你第一关 挑战主帅的提醒 好 我选阅读题 从潘平子老师开始 好 为什么老歪着歪着站呢 帅呀 不用了 我是黄金左脸 原来如此 对啊 好的好的 我们这个闲话已经说的很多了 提醒你 你是一个选手 在这儿首先是选手 所以选手王小天 请准备答题 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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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题开始 吴孙甫是矛盾 哪部小说中的人物 子叶 正确 同一集RQ正传 以及狂人日记 收录于鲁迅先生的 哪部短篇小说集 呐喊 富与子贵族之家 罗廷是俄国 哪位作家的作品 五人聚餐会的成员之一 图格涅夫 没错 《水浒传》里 豹子侯临冲在落草前 担任朝廷的什么官职 八十万进军枪棒叫头 《八仙过海》里 第一个呈现的是谁 铁管理 神话传说中 玉帝的外省 有三只眼睛的 是哪个神话人物 二郎神杨姐 中国古代兵书 《六滔三略》相传 是谁写成的 愿者上钩的江上江子牙 正确 三国时期被称为 独式的卫国谋成是 贾许 像鱿鱼一样 一个跟着一个 接连着走 形容一个接一个 一次续进入的成语是 鱼冠而入 哪个成语表达了 秘境达到极点 就是像顺境转化的意思 匹吉泰来 正确 邪鬼血妖 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 入骨三分 此连是对谁的作品的评价 古松林 正确 史家之绝唱 吴韵之离骚 是对哪部史书的评价 史记 明朝正德年间 是谁率兵评定了宁王的叛乱 非常喜欢的 明星剑姓王阳明 著名史学家司马迁 因为替谁辩护 而被汉武帝处以攻刑 李玲 正确 由柯兰道尔所著的 福尔摩斯侦探系列的 第一部是什么的研究 血字的研究 秦朝在中央设置的官职中 管理监察事务的是哪个官职 玉使大夫 古代的皇帝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如汉高祖刘邦曾经做过庭长 那么哪个西汉皇帝 在登基之前曾经坐过牢 西汉皇帝从汉高祖开始往后是 汉惠帝 错 汉文帝 错 汉景帝 错 汉文帝 错 汉昭帝 错 试个闹 煎饼果子来一套 要 要 要 徐老师 其实你再往下猜就可以了 汉章帝和汉宣帝 这个标准答案是汉宣帝 世安老师 麻烦再多拍下这边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 你还得看我左脸看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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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 徐主帅还有什么临终遗言吗 我们龙套界有一句名言 一将功臣万古枯 那么今天是小天将踩着 我的枯骨上去呢 还是小天也将成为 众多主帅脚下的枯骨 我们拭目以待 好 给徐主帅魅灯 恭喜你 过了第一关 谢谢 看一下 你第一关的奖品是 床上用品四件套 刚才这题目很难啊 他身上的这点工作 倒还真不简单 我是从小就培养过 小时候我饿了想吃包子 我妈就会问我 天津什么包子最有名 答对了才能吃 就狗不理吧对不对 然后我想去玩 想去海南 因为觉得海南很美什么的 妈妈就得问我 海南的简称是什么 答对了才能带我去 原来有什么 好 这样我们还是答题吧 答呗 王晓天选手 请告诉我们 你第二关的提醒是什么 我第二道就选 竞技好 从瓶子老师开始 还是从瓶子老师开始 对 这有点意思啊 第一关也是从瓶子老师开始 你这明显是柿子减软的捏是吧 之前有确实有女选手这么干过 但是男选手 我干过 真是头一回 对 这个曹元芳 你怎么看 大人 小的认为其中必有蹊跷 您是现在公布答案了 不是 在演员的自我修养当中 第五章讲过节奏与速度 第六章讲的是逻辑与顺序 现在先不讲 先不讲 你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说了那么多的废话 请到达地区 分道 分道 答题开始 因跟裁判的手势有关 篮球队员的球一 没有哪三个号码 这个好像有了解过 就是好像是123是分数吧 所以是123 正确 2013年欧洲足球冠军年赛的决赛 在英国的哪个球场决出胜负 过 去年费德勒创造了世界排名第一 300周的记录 在此之前这个记录是由谁保持的 刚才那个答案是切尔西 冠军是败人 然后这个记录是桑普拉斯 正确 纳达尔在八年间七夺法网冠军 09年的唯一一次失利是败给哪位瑞士球员 四个球迷都知道 马林卡 没错 特定网球是否出界的高科技仪器叫什么 草枯鹰眼疾鹰眼 1994年世界杯中 哪位意大利球员最后出场设施点球 是巴西队夺得冠军 他原来是罗纳尔多的队友八桥 CBA至今为止投进三分球最多的球员是 他叫三分羽 朱方羽 没错 孙福明在哪个项目上为我国夺得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柔道 网球界外号澳洲大炮的是谁 澳洲大炮 罗迪克 错 罗迪克是美国人 好吗 拜托 这个比较糟了 这个我会的 这个我会的 确信吗 菲利普希斯 没有 要赢了 对 这个我会的 就在嘴边上 我们已经不关心你会不会了 我只关心你谜底揭晓吧 菲利普希斯 不是 是为什么你老是选瓶子 不行 不能讲 不能讲 现在还没到那个点就不能讲 我还得再卖个关子 才发现一个小龙靠 一个小演员 居然把老师都打败了 我发现我要开始重新看你了 同志们姐妹们 你们要小心 好 帅哥把美丽的姐姐给灭了 灭他们 好 恭喜你 成功闯过第二关 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关的奖品 不错 一款行车记录仪 由大志达行车记录仪公司提供的 好 好 你好 我觉得他不错 他自己说他蛮喜欢喜剧之王 一个主人公叫尹天愁 对 里边有两点我觉得他和尹天愁有点像 就是第一个是渴望 对 第二个是执着 所以说我希望你把这两点牢牢记住 这个就是哪怕你不从事演艺这行业 这两种品质对你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涛哥说得特别的对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哪怕我演的是龙套 大家看到的也是一个很努力的龙套 那我问你 第三关 你准备用什么提醒来挑战主帅 第三关我选常识 从瓶子老师开始 黄老师有没有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意外了 我都已经猜到了 我知道 一定是这个结果 一定是他喜欢你 真的是冲着你来不了 对啊 对啊 这个我的情绪很复杂现在 你为什么喜欢瓶子老师 就选他嘛 不能讲真的不能讲这个伏笔 伏笔 好 那么选手王小天请到大地区 分斗分斗分斗 答题开始 形容夫妻之间的相处进入倦怠期 我们常说几年之痒 七年之痒 正确 人们常用枪打什么来形容 耗出风头的人被打压打击 出头鸟 我们现在所用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其中20元的背面是哪处著名的景点 桂林山水 正确 那么50元人民币的背面是哪处著名景点 没带钱 没带钱 好像是苏达拉宫吧 正确 恒生指数指的是哪个地方的股票指数 中国的香港 没错 道琼斯指数是哪个证券交易所的指数 我大伯在美国 纽约 纽约证券 正确 以前百姓说的三转异响中的三转指的是 手表 自行车和什么 这个也是要赚的 现在已经很少了 缝纫机 在一英帮的纸币上印的是哪位科学家的头像 我指认是牛顿 正确 青霉素又叫潘尼西林 他的发明者是 哎呀 我这人很少生病 不太用青霉素 潘尼西林是我的本家吗 就是要名吗 潘尼西林吗 错 不是 好吧 好吧 看来我应该去打一针青霉素了 对不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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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了 太强 无话 会被撞到地上 你 平时跟他有仇 私底下结合一样 不知道 真的 小天 你让我太诧异了 我难道也是黄金左脸吗 会让你这么执着地学会吗 不是 你跟我比一样 我是黄金左脸 你估计就差一点 好 那告诉我吧 你想知道吗 接下来就是公布答案的时刻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大明湖判的 老师音乐 我知道大明湖在喜南 我没去过大明湖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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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静吗 怪不得我怎么看着觉得她脸好熟啊 因为我对周静女士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连闯五官最后是被偶像挡在门外 那个是我妈妈 那个是我妈妈 妈妈 我打扮你的偶像了 太好了 我刚才太兴奋了 所以呢 我明白了 在演员的自我修养中 第八章就要讲过 控制与修饰 但是我不能太浮夸 盛老师还是黄英作联好了 你别壮了啊 我知道你心里很兴奋啊 古有木兰替父从军 今有小天替母报仇 先给瓶子灭灯 好 我们得看一下你的第三关奖品 智能手机一枚 有 好东西哦 不错呀 不错不错 知道咱们的游戏规则吗 知道 我提醒你一下 现在场上还剩下三位主帅 他们分别是周涛以及张会 以及包坤 所以你就面临一个问题 冲还是不冲 其实我要讲一下了 我们原来在演戏的时候 40多度拍古装戏夏天 然后古装戏是里三层外三层 特别热 然后特别是那种鞋子 摆一排这样 拎起来你就会闻到一股 蒜萝卜的味道 就特别的不容易 可能一天只为了50块钱 和三份盒饭 为什么要去这样子 一直去想去演呢 就是想在荧幕上多出现30秒 所以今天我既然来到这里 我想继续再让大家看看 我的黄金左脸 选择继续冲 我觉得真的太不容易了 你明显可以看到现在场上 还剩了三位最厉害的主帅 你还敢继续往下冲 我觉得这个精神非常地值得钦佩 谢谢 所以我要送你一句话 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你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爷爷的 爷爷都是从孙子熬上去的 我希望你成功 谢谢 谢谢 包括我觉得你这样说 是很不负责任的 鼓励我们年轻人 做这样不屑实际的梦 现在抱有这样明星梦的同学们 年轻的人真的太多了 你去北京看 北京的地下室里 住满了这样的北漂 可能环境非常艰苦 你刚才说到 爷爷都是从孙子做起来的 没有哪条法律规定 孙子一定能做到爷爷对不对 做到孙子讲他 结果媳妇都找不着 不要说当爷爷了 但是我想我只想说一句 没有明星梦 哪里来的明星 张慧其实说得不错的 但是我也觉得 因为他今年才20岁 对 所以说你有梦想 你现在有年轻 你现在可以一起做一些 疯狂的事情 有一句话 再不疯狂 我们就老了 对 所以呢 就是我要讲 在演员的自我修养的第九 我刚才说过舞台魅力 我觉得我可以通过 我自己自身的努力 就不管是有多少人的也好 我觉得总有一个舞台 可以让大家看到 我在舞台上绽放的魅力 面对着公刃的龙虎豹 你能否过关呢 请选择你下一轮的提醒 这一关我选旅游 从刀大人开始 你到这来 其实除了秀你的黄金脸之外 就是报仇的 现在大仇已报 也无所谓了 继续玩下去 好的 那么我们请到大体区 分斗分斗分斗 大体开始 三大石窟之一的莫高窟 位于我国甘肃哪座城市 甘肃敦煌莫高窟 没错 被西方人誓为 东方耶路撒冷的是山东省的 哪座城市 屈府 正确 比利时著名的撒尿小孩儿 童像在平时尿的是水 在狂欢节时尿的是什么酒 比利时第一小孩儿 他们第一公民小鱼莲 尿的是啤酒 正确 17世纪哪个国家 应在航海贸易中获得巨大成功 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 荷兰 正确 啤酒节是一个美食节的盛会 它最早起源于哪个国家 当然是世界三大啤酒节所在的 啤酒销炼世界第二的德国 有着世界上最老的地铁的是哪个国家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正确 龙船花是哪个东南亚国家的国花 这个国家有一个人 拿个洛贝尔和平奖 它叫安山寄宿 这个国家是缅甸 安山寄宿 安山寄宿 正确 土耳其的首都是哪座城市 过 捷克的首都是哪座城市 土耳其的首都从1923年之后是安卡拉 对 捷克的首都是布拉格 正确 欧洲的全称叫做什么 欧罗巴 没错 隋朝的赵州桥是由水主持设计和建造的 李春 法国著名的埃菲尔铁塔 是由哪位著名的桥梁设计师设计的 这位设计师就叫埃菲尔 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国歌歌词最长 一共有158段歌词 158段啊 应该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国家吧 安卡拉 安卡拉不是国家了 安卡拉 自立 自立 对 158段歌 对 对 要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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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把包大人都杀下马了 不过你好像用掉了一个缅达犬 非常危险了 我一直都很看好他 我就觉得他不容小却 他自己虽然比较浮夸 一个镜子在表扬他的黄金左脸 但是客观代来讲 他外貌还是长得不错的 最重要的是他能吃苦 今日的魔力 都会成为你他日成功的踏脚石 画是不错 但是还是要灭灯 来 看一下 我们第四关的大奖是什么呢 哦 辨评空调 现在的情况呢 是你还有一次敏达犬 对 现在唯一剩下的一个提醒是娱乐 对 你最后的两位主帅是强中之强 所以你选择一下 究竟从哪一位主帅开始 王小天选手 你选择从周涛开始 进入到你的第五轮打题 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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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到答题区 答题开始 新白娘子传奇中 提到许世玲要救母出塔 必须达成雷锋塔倒和哪个条件 雷锋塔在西湖边上 它是要西湖水干雷锋塔倒 正确 电影《让子弹飞中》 汉匪老大张麻子戴在脸上的面具 是麻将中的哪张牌 打过麻将的都知道 九筒 代表作有再回首 并被称之为忧郁王子的是哪位台湾男歌手 江玉航 正确 取位经典歌曲《蓝莲花》中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什么的向往 自由 庐山生龙霸是哪位动漫人物的绝技 一激动就把衣服全部脱掉的子龙 灌篮高手中 教练 我想打篮球 这句台词是谁 哭着对安息教练说的 三分王 三锦兽 正确 由唐维和吴秀波主演讲述北京拜金女 与西雅图落魄书跨国爱情奇遇的 是最近上映的哪部电影 《北京遇上西雅图》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中 庞维饰演的文佳佳最初是为了什么目的 而去到西雅图的 生孩子 正确 在电视剧《杨贵妃秘史》中 饰演男主角的是哪位香港男演员 《秘史》系列是导演尹小刚的作品 这位演员是香港的影帝 人肉叉叉包 王秋生 没错 在电视剧《爱情公寓》中 邓小贤将人分为三类 男人 女人和什么人 女博士 没错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这首歌的原唱作者是谁 哥哥 张国荣 正确 代表作为有最美冷酷到底的 羽泉组合的两位成员是胡海泉和 她的老婆是白百合 陈宇凡 电视剧《楚汉传奇》中 是谁向张良报信说 在鸿门宴上 项羽要杀刘邦 项庄舞剑意在佩宫 但是通风报信的野性项 叫项伯 《楚汉传奇》中 西楚霸王项羽手下被誉为 第一猛将的是谁 龙举 没错 哪首乐曲是莫扎特 直到去世也没有完成的作品 安魂曲 《欢乐颂》 是戈德德的好朋友 她死的时候 戈德德说她死了 戈德德我一半的生命 超哥 由《月亮公主》之称 代表作为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的台湾著名女歌手是谁 曼廷伟 代表作为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那年的情书》的女歌手是谁 江美琪 经典谍战剧《前副》中 李牙在延安时的代号是哪两个字 《国刊》 《动漫七龙珠》中 孙悟空见到月亮呈现什么形状时 会变身为巨猿 《满月》 《仙剑奇侠传》三中 刘诗诗出演的角色 传说原是战国时的美国公主 战国时期 齐楚晴艳赵魏涵 送鲁魏 错 你真的赢了 你能够把周涛给赢了 赢了 但是我有一点蛮喜欢这位选手 就是他每一次回来 他都会很欢欣雀跃的 我倒认为就是说 我们做事情 现在就是说是 与其很痛苦地去做 不如快乐地去做 你打败我 只不过因为题目 我突然间想的差了而已 你再想想 想得出来吗 现在想的话 应该是江子牙好像骑江国吧 山东那块地方 对 没错 收封那边 所以只能给你灭灯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你的第五关的奖品是什么 液晶电视相当不错 前五关过了 现在你手头有五关的奖品 当然第六关的大奖 马尔代夫有 所以如果向前冲 你可以冲击这个大奖 一旦冲过最后一个主帅 你甚至可以取代 场上的任何一个主帅 不可能 张会也说了 不可能 因为你现在一个免答拳都没有 而综合题 它是非常强大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决定是冲 还是不冲 欢迎回来 这里是征服全场 感谢天然熬制音品东信凉茶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参与暴力 想说吧 就是正好就说吧 在这个大时代中 我做一个小人舞 会有自己很大的梦想 就是大家都看过 《喜鱼之王》对不对 他们哪怕一天只有五十块钱 少得只有三十块钱 然后甚至没有钱 研究未来的三顿盒饭 哪怕被导演骂 然后各种顶着太阳去演戏 是为什么就是为了 他们热爱去演戏 像霍姐刚刚说的 不切实意 但是这是我的梦想 我希望能有一天 我能真的是 付出我自己的努力 我真的是能真正地当上主角 让你们看到 谢谢 刚才说反对你做这样的明星梦 并不是不支持你有自己的梦想 但是你要知道 娱乐圈真的是一个 大浪逃杀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像林志炫她曾经说过 在这个行业 如果够优秀却不能出头 至少要做到没有第二个我 你借了 借了 判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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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少元贸易》 《纳志达勤车记录音》 以及《天然熬制一品东信凉茶》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参与报名来到这里征服全场 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小龙套 但是坚持必定能够帮助你成为主角 加油 小天 您现在收看的是重庆卫视